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吧 好好 来 请坐 请坐 从刚才的这个心跳变化可以看出来 江老师 那小张的这个 刚才我是确实太出乎意料了 真的 关于这个小齐的胆子啊 是大是小 我们特地准备了一个VCR 他这个玩恐怖游戏属性就比较 但是只有你一个人动了 其他人都没动 对 得看一下全部 网友评是史上板子最小的男 绝对不可能 是猛男 那些视频恰好拍摄到了我们最害怕的事情 正式观看玩家的表现之前 要跟网友朋友们强调一下 手速过快 精斗大理送到家 同时只要逛京东搜 我的钱这个时候应该心跳了就不好 那暴调是气掉的吗 哎 那他们其实每个人都 陈俊豪啊 他的性格是比较那种丧的性格 川普小画牢啊 因为我们说这种方言的人都比较画比较密比较多 苏伯伯 在一个陌生人局里面 你的标签可能会破冰 哦 人一线 刚才我们在看那段VCR的时候 记不记 像我跟我家里人就看不了 我自己的一些舞台 因为像我爸就 哇 太帅了 简直太帅了 太帅了 没结果这么帅 然后就赶快跟各个亲戚发语 快看我儿子视频太帅了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特别尴尬 挺可怕的 挺可怕的 对于我来说 但是我 关于 一起开 花手 我的爸爸妈妈在家里 可能就需要这些名字 对 小时候爸爸妈妈一口奶一口尿 哈哈 一口奶一口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啊 我觉得现在是双倍攻击 哈哈哈哈 嘿嘿嘿 关于射死的话题网上也有 就是一堆陌生人来热情的庆祝你过身 健康平安 这是啥 哦 来了来了 我觉得得给姜老师来一下 所有的快乐 say hi hi 亲爱的亲爱的 这事 当时我去拍一个杂志 那天突然就拉肚子嘛 就去上厕所 他那个厕所是在休息室里面 只有那一间厕所 然后马桶就堵住就冲不下去了 然后就叫了他们现场的一个维修的师傅来修 啊 师傅就进去弄了很久 然后出来之后师傅就对我说了两个字 难逃 哎呀 呜 哈哈 应该也不太怨 哈哈哈哈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三个要塞 我觉得我这个绝对是对的 我们就这样一个一个问 直接用眼神逼问 是苏北北吗 苏北北那么可爱 是章语吗 章语 不好说 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继续竞赛 就归各位网友朋友们了 时间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 接下来 王家们就这样 哇 是吧 这个时候我已经被吓到了 如果我出门 有一个这样的人站在门口 感觉这个杠铃没有重量啊 有重量的 你们都没有被吓着吗 没有啊 这个老师的表演痕迹也有点过分明显 对 因为他蹲过针的 所以他对那个重量是比较有理解的 他没有爆灯 其实在我医疗之外 他看到了第一次整骨之后 他肯定会意识到 我的这个项目是有整骨的 这个他真太 爆灯了 开了一句玩笑 然后他一直把杨阳往里边推 因为狼人是可以 让你爆灯的 懂吧 哇 这个房间比刚才那个恐怖很多呀 我现在跟他们的心里是一样的 我现在想这个男生有八颗扣子 哇 这个是有点吓人哦 这个真的很恐怖 他干了什么 为什么 他就是运动了 运动量太大 我心率太低了 太低了也啊 这个太聪明了 非常有运行 不不不不 一定是在诱导 如果人家站起来了 就他一个人就做了 哎呦 大家看过这三个空间的设置以后 我还有一位 我觉得陈奕阳阳 应该也是可以 陈奕阳阳不是是吧 对 因为他的所有受惊吓的表现 都非常自我 我觉得有问题 他很像是被透过体 九九组合是吗 和阳阳就是那个九九组合 所以这个九九只是一个联想对吧 所以这个九九的联想 就让我想到了 间隔开头说的那一个 京东手机9.9服务包 换新机更放心 每月低至9.9元 给你更无忧的保价 这么明显的名字 我早就注意到了 江老师觉得这个九九组合 什么意思 这个九一 另外一个非常淡定的是魏思诚 但是魏思诚的基线就很淡定 所以呢 诚意问号 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 我说一下 为什么我把他提上来好不好 所以当他说谎的时候 你也看不出来他在说谎 不是不能这么明显吧 不能这么无奈的表情 你究竟是做了什么事情 能让大家 你太不讲道理了 所以现在我们能从投票中 也看出一些端倪 对 我第一个排出去的陈俊豪 居然也冰列第一 拿到了两票 嗯 然后还有就是 对 就我们是围绕着这个线索来的 因为 因为的确 他看下去 他吵架了 这是表演 我抱了一个 张宇的行为就是在极力掩饰自己是 但是我看在苏菲菲被戴上眼罩之后 魏思诚还一直在观察场地和一些细节 如果他是卧底 他知道这些细节 他不需要去观察 往左一点 哇 这个掉下去应该直接 结束了 这绝对爆灯 知道知道 好的 首先是苏菲菲 四次心跳爆表了 一轮一百万惊斗的瓜分号 我们准备好您的手速 惊斗来的任务是找到卧底 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说的狼 那来吧 我们直接说出我们的怀疑对象嘛 好不好 首先章鱼铁狼 真的吗 然后雪怡我真的觉得是 换句话说 如果自剑这么想 如果他是狼 他一切的表现都是讲得通的 他的 就这样 但是不管谁是狼 今夜高票玩家 就没有平安夜了 一定会被投出去 谁会被投出去呢 我们一起看下去 V四成的一百万惊斗 就归各位所有了 准备好手速 赶快开抢吧 狼谁能安全活过 今晚 谁的惊斗 又将被我们的网友瓜分呢 我们一起来看第三 张宇好拨论啊 他去捣乱了 嗯 太明了 但我们这个视角肯定就是 他是这么浅的狼嘛 是的 是的 哪有女生 张宇必试 对 张宇肯定已经很明确了 张宇太明显了 他肯定要咬陈俊 他这个玩得很不好 因为他自己的身份已经很暴露了 他应该做的是保护他的队 这个吓了我一下 我天 一个重的东西吧 这个是直接那种风就出来甩过来 我的天 被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挂分了 各位准备好手速 马上开抢吧 哎 讨论一下啊 如果他是狼的话 他就真的玩得好 隐形 对 是不是 一直在表现 哎 那说到表情包 就说到了一个话题 像偶像艺人 表情管理不好 被人说不敬业 你表情管理好的 就截不出来表情包 记录一下这个瞬间吧 给出的是童年照片 我跟你们讲啊 这个就真的要坦白一个 而且我会无形地认为 谁跟谁长得一样 哦 这个我也能明白吗 这个我也会 比如说我觉得你跟楚声长得很像 这有点过分 是有点像 有一点 其实我是了 其实我是了 哈哈哈哈 我的天哪 这个好 那这一轮 给出了 卧底 这我是属实分不清了 真的 这个就涉及我的盲区了 我甚至觉得那应该是个男孩 要不我们再看看另外一张 我们一起 这眉毛不一样吗 而且这个也看不出来像章鱼啊 这个是看不出来的 是的 但是章鱼看到这张照片的反应 章鱼 雪怡 各位每淘汰一名玩家 谁有可能成为淘汰玩家 哦 章鱼好紧张 哇 他这个将军直接僵的 那我投 哈哈哈哈 还在眼 还在眼 太厉害了 绝地反击 没办法了 这个节目没法入了 非常可惜啊 本轮淘汰的是陈俊豪 今天也给各位准备了一个 本丝福利 偶像对着镜头说 宝 我今天嗑瓜子了 嗑的什么瓜子 是你的真命签字 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冷 这会心痛吗 会吗 来 我们最后一句 宝 我今天吃到瓜了 吃了什么瓜 想要你这个小傻瓜 可以 我就爱这个 现在场上还剩下了玩家 我的天 了不得 聊不得太聊不得 两个狼都剩下了 雪姨跟张宇剩下了 还剩下了一个乱民 可怜的家家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段 微笑 写 爆灯了 哇 太刺激了吧 果不其然啊 就是雪姨和张宇啊 但是雪姨被淘汰了 所以 与咱们三个人都猜对了 在最后一轮的时候 旋转吧 爆兵机 哇 哇 你感觉到没有例如 震撼了心灵的压力 哦 真的好 太解压了 这 好的各位 那么希望大家的点点 粉碎压力 跟所有的烦恼说半仗 自然柔光人像 照亮我美 现在逛微卧京东 自营官方起离包相送 伴舞技 往京东搜索中国移动 嗯 最后提示大家 关注节目直播的小伙伴 不要躲开 再见 拜拜 再见 再见